哈囉哈囉,你好,我幫你解好任務了 要不要給我一點獎勵 我完成了這個古老心靈的願望 來 他戴的真的是魔法帽耶 來,這是你要的綠色光球 希望你們會喜歡 該不會在這個地方有綠地吧 好可憐 雖然只有一小片,但是真的好漂亮喔 真的耶 好棒喔 來,我們再接下一個任務 GO,還差兩個的樣子吧 祈求紫光的傳說 據說他們在囤積了上古的秘密 他們囤積了上古的秘密 上古的秘密,來,來,來,是什麼顏色 紫色嗎 紫色的堤防喔 我來想想看啊 我們最初的那個叫什麼 最初的成,成道 我一邊走一邊,一邊講好了 我們 來,先回玉境 我們最初的成道 通常最初的成道它是什麼顏色呢 它是 應該算是白色嗎?還是灰色 我們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看看齁 這個應該算是 淡紅色吧 或者是什麼顏色 不知道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綠色,應該很明顯 然後這個應該是墨綠色 或者是 墨綠色吧 對 然後這個是紅色很明顯 這個是綠色很明顯 然後這個是藍色 所以我在想說 藍色跟紫色應該是蠻雷同的 應該在這邊吧 哈哈哈哈 我覺得應該不能亂找 應該在這裡吧 然後通常這邊在這個地方 再去搜的時候 這邊有幾種 有幾個密道 像是這裡啊 好好的點火把 就可以拿到 這個 然後這邊是 最近啊 近期的小王子祭 然後小王子祭 我之後也是會把它錄影成 一個 一個影片吧 雖然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這邊也有啊 這邊需要一個特殊斗篷才能進去 的樣子吧 這是一個秘密基地 秘密通道 這邊很漂亮啊 我蠻喜歡這邊的 我不知道欸 我對於公寓 光益的每個地方 說錯了啦 光益的每個地方都覺得它很漂亮很美 然後這邊 右邊啊 右邊還有另外一個小密道 我看小王子 應該跟這個刺的 應該沒什麼關係吧 然後這邊需要兩個人開 欸欸欸欸欸 你要開門喔 好好好我來幫你開 來我來幫你開 啊通常在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小小的密道 來 從這個密道下去吧 然後這個就可以進去了 嗯 通常這邊裡面有蠻多根蠟燭的 所以就會需要 大家一起協力合作 需要兩個人幫忙一起開門 不過我這次運氣還蠻好的 就是剛來的時候就有了 來我看看齁 我們要往哪邊走 這邊吧 欸對這邊 Go 他們翅膀好漂亮喔 酷 對吧 這邊有個洞穴啊 要從那個洞穴裡面走 好 通常啊 來 大主點過了 好 來吧 喔 感覺就藏在這裡欸 之前啊 我有來過 然後沒有認真的從這個地方走 我覺得這邊一定藏的密密 因為我覺得 你看喔 通常那個光球 都會在一個比較開闊 比較了闊的地方 在這邊飛 像是這裡啊 感覺是上面的背 背面應該有什麼東西 應該吧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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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啊 在這邊有沒有啊 在這邊嗎 有沒有在這裡啊 唉唷 這邊藏了一個什麼 蜜蜜 沒有吧 我覺得這附近應該有可能吧 好欸 找到你了 我是沒想到今天 這一次會這麼的順利 呵呵呵呵 至聖光球 欸我這次 這次收集比較快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後收集越快 就代表我今天影片 可以拍得比較快一點 呵呵呵 來 我還以為會在那個欸 剛剛我飛上去那個牆壁的後面 呵呵 然後 他們好像這種光球 會需要一個空間可以飛行 對 他會需要一個空間可以飛行 所以 通常會一個比較廣闊的地方 才行 然後這個地方好像越來越漂亮了 你們覺得嗎 他又有點花花草草啊 那時候船就開始運作了 代表他也不能算是什麼城船啊 失落的方舟 對啦 他是個方舟 嗯 失落的方舟 來總之 試試吧 來加油 快一口氣一鼓豬氣 來吧 我們好像這樣解完的話 好像還剩下一個任務的樣子 來囉 你好 哈囉哈囉 我來解 解開 倒數 第二個任務 這樣子就解完啦 我們完成了這位 古老仙女的願望 你好啊 你的披風好漂亮喔 喜歡 好啊 明明是一個沉船 對 他明明是一個已經沉船的地方 但是 他又把這邊打造成更有生氣婆婆的樣子耶 酷 哈囉哈囉 我要來接最後一個任務了 希望最後一個任務可以 簡單的關我過 先 先靈召喚了紫色的光芒 在寒冷的時候呢 他們給他提供溫暖 寒冷的時候啊 兩個地方最有可能 因為 通常就是 下雨的時候會需要溫暖吧 所以 我們會需要給他們光芒 然後 或者是 我們在雪地 雪地的地方 可是 可是通常雪地的地方會給嗎 會有橘色光芒嗎 嗯 不太知道耶 總之總之我去 去雨林看看好了 嘿 其實說雨林 好像到現在還沒有出現過對不對 對啊 雨林好像還沒出現過耶 進隔兩次 不不不不說錯了 進隔一次 然後雲也兩次 然後我們的 那個叫什麼 我們的木頭好像有一個 對就是他 好像是第一個任務 還是第二個任務的時候 就在雲也了 對對對 然後 峽谷有嗎 我記得峽谷好像有耶 藍色的對不對 好像是藍色的球 藍色的球在那個 冰的下面對不對 好像是吧 就是冰層下面啊 可是他們那邊 感覺都是很熱血啊 不知道 總之我們去雨林看看吧 GoGo 這雨林啊 我也是熟門熟路啦 然後我覺得 就是光球的一個 特點吧 特色 他們的特色的地方 是哪裡呢 欸 怎麼了 你是 要過去嗎 欸這可以過去嗎 我幫你開了門啊 你就可以直接 簡單過去就好了 真的是 哎呀 何必轉小巷子呢 這個地方感覺 沒有很大 所以我在想這邊應該是可以 所以我們直接 到那個 雨林比較後面的地方吧 來囉來囉 Open 好啦 這個地方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這邊應該有可能 會有嗎 不要 我現在要注意觀察你啊 也很可以喔 你會身上帶了一些 帶了一些什麼東西啊 好啦我看一下 雨林會有嗎 目前目前解了那麼多任務 他總共有六個任務嗎 雨林應該是沒有 呃應該在禁閣應該不會有吧 禁閣 不是說錯了 應該在那個 暴風野應該是不會有吧 如果是暴風野的任務的話 就太急扯了 來 總之我們再來 下個地圖吧 看起來是沒有 來 繼續囉 走囉 嗨 那裡呢 這裡我覺得也是有可能 這地方很大欸 回來 這裡 還有嗎 來我們往上飛 從天上看會比較清楚吧 這裡有沒有呢 我應該從下面走 欸 這邊 這邊之前有那個光之椅 我把光之椅拿起來之後呢 他可以幫我回臉 然後順便在這邊看一下 他只要有那個光啊 他這是什麼顏色 橘色嗎 橘色的光好像可以比較明顯 而且尤其是在這種藍色的 偏藍色調的一個場地 因為 藍色跟 橘色好像是 對比色吧 好像是吧 然後就會比較容易 這叫什麼 就會比較容易找得到 加油 這邊有沒有 喔 這陽光灑漏的這個地方 也是很美 好喜歡喔 真的太棒了 吃包到戲 哇 真的有種無叢早起的感覺 這如果不是認真的去把每一張地圖都逛遍了 很難找到了 哇哇哇哇哇 我的那個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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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翅膀 我的翅膀 這個有點像蘑菇的東西可以幫我回我的那個 摩 體 感覺不錯 欸 這裡 這裡 我覺得這邊會比較好 你看喔 這個地方我只要站上去之後呢 上下都會幫我補 唉唷 這邊比較快 好了 走 GO 我們繼續走囉 來吧 哇 這邊是很大欸 剛剛的地方也是沒有看到啦 我覺得 我覺得你要看得到的話 那一下子就可以遇得到了 對不對 來 因為他其實蠻亮的 哈哈哈 我才剛說而已 我才剛說而已 喔 我才剛說而已 我就說他其實蠻亮的 你看啊 就說嘛 這種偏藍色調的這個地圖啊 看藍色調的地圖其實很容易 很容易就遇得到了 喔唷唷唷 我的天啊 居然一面朝著我過來了 欸欸欸 喔 有動畫啦 我用動畫 是不是 一面朝著我 欸欸欸 你怎麼又離我遠去 別啦 給我過來嘛 拜託 好高 不行不行 我必須要找個地方回我的那個 回我的新火 我的新火沒了 我的新火要沒了 啊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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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 也快沒電啦 完了 這邊哪裡會回新火 這裡這裡這裡 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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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新火 我不要掉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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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唉好好好 這個可以回 好啦 順便趁這個時候趕快 趕快插上我的 Pro 手把 唉呀 真是的 怎麼這麼快就沒電了 好啦 順便衝一下我的能量 然後之後就往上飛吧 然後這裡 應該可以啦 我覺得應該要從這個地方吧 這邊應該可以 可以嗎 這邊可以停嗎 也可以 這個地方也可以上下一起 來啊 Go 喔 那橘色的那個球飛得好高 好遠喔 好 有人減量了我的友誼之星 最後回去啦 好 來 Go 好遠喔 太遠了吧 可以吧 我覺得這高度可以 我應該可以 我應該可以 碰不到 哇 我覺得這橘色光球其實蠻 蠻容易的啦 好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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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哇塞 哇塞 我終於完成了 好啦 我們就正這個時候來回玉京吧 哇 一邊飛下去一邊回玉京 欸 不錯 是的 我們又回到了木土 是啊 這種綠綠的 陰沉的 陰暗的色調 是啊 這就是木土的一個 陰暗的場地啊 是啊 但沒有關係啦 在這種陰暗的場地 我是不是聲音也要放得比較陰暗一點 哎呀 今天其實說了蠻多話的 其實我今天難得拍片的時間跟我平常拍片的時間不太一樣 就是這個拍片的時間是晚上的12點多 現在差不多已經應該1點半2點了吧 好久 不是好久 其實我沒有在這個時間點拍片過 想說 哎呦 難得有時間嘛 不如我們就來這邊拍個片 欸 對啊 我因為 之前啊 一直在找這個魔法技的這個 仙主的這個光啊 其實我在很多地圖上都繞片了 但是總是找不到 剛剛好啊 想說 哎 難得今天的時間稍微多了一點點 然後就不如我們來好好的來找找看吧 是不是 那我沒想到我今天我有錄影的時間 又浪費了一個一個半小時啊 哦 意外的有點久 而且其實我們跑來這艘船這個地方 再從船到那個地方啊 到魔法技的地方 還是稍微有點小距離 來吧 怎麼看大家都從這邊飛出去了 我怎麼都飛不出去 嘿嘿嘿嘿 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來 我們應該可以飛了 GO 好啦 我們終於要把 難得的這一次的任務給結完囉 難得我在網路上 不是 難得我在晚上拍這個影片啊 不知道這一次會給我帶來什麼樣感動的 不是吧 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 再怎麼感動 應該也沒有 也沒有上一次的那個那麼感動 我覺得上一次那個 上一次帶著那個滑冰的那個小女孩成功的那個 歷史故事的第一面 真的很開心欸 就是看到他成功的那一段 真的讓我很感動啊 齁齁齁 差這麼一點點就流下了那個...眼淚 奇怪了 為什麼我的哭點這麼低呢 真的是 嘿嘿嘿嘿 完了那翅膀壞掉了 不過這邊看起來變得越來越熱鬧了 感覺真的很棒耶 來 差不多到囉 好了 我來解最後個任務囉 你好你好 來 最後個任務交給你吧 你怎麼不理我 完了 網路發生錯誤不是吧 喔 有了有了有了 完成了這位古老顯靈的願望 你好啊 你的翅膀也好漂亮喔 我好喜歡你這個翅膀 我好喜歡你這翅膀喔 走可愛 給我 喔 你怎麼不見了 WOW 這樣子我們就把任務解完了 可是 我覺得我要重新理一下這個世界的死路 其實他們應該就是 他們應該就是一樣是載著各種各式元素的魔法吧 然後一樣是要往前上飛 可是一個不小心啊 被雲啊 雲霧啊給擊落擊沉了 只不過這個地方就 他們會在這邊認真的定局這樣子 只可惜啊 他們沒有上市了一些魔法之類的吧 所以就由我們來幫他們找尋他們所需要的光芒 然後呢 根據我們找出來的光芒 讓他們一步一步的回到這個世界 讓這個即便啊 即便是沉船 也可以讓他們在這邊有更好的神機這樣子 我這邊好漂亮喔 這裡好棒喔 而且還有這個耶 讓我恢復這個光 這裡是什麼 剛剛好像有特別瞄到這裡 這裡該不會是有什麼 對啊這邊之前什麼都沒有耶 現在又開始有這個一個一個的這個東西 好棒喔 哇 真的好漂亮喔 真的好漂亮喔 哇 這裡真的是越變越美耶 我還想說這邊應該是一個沒有很沒有神機的地方 但這邊真的好棒喔 這邊的光也是蠻漂亮的 這邊也是 這裡面的火是紫色的耶 哈囉哈囉這是什麼 欸 可以按歪耶 這個是 可以買東西嗎 這是什麼的 這跟那個 我們在浴鏡裡面的船是一樣的嗎 喔 喔 原來跟 這跟浴鏡的船是一樣的啦 原來如此 喔 好棒喔 真的好美喔 這邊這邊如果當我的結尾會不會太亮 好像會 呵呵 那就拉遠一點好了 哇 這好棒喔 來 就這樣好了 這樣子 好耶 好啦 今天的遊戲就差不多 在這邊就告一個段落了 我真的沒有想到 沒想到找這個幾個光球啊 真的是 把我搞得要 要死掉了 哎呀我真的是 還隔了兩次的錄影 然後為了就是要找這個 亮亮的光球 我沒想到這個光球真的是 基本上我這個地圖跑了 大概我應該少說這個地圖 全部的地圖是好多跑了 四五遍五六遍有了 然後每個細節就去翻啦 你們看到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我把它剪了好多段好多段 然後 再把它拼湊起來 呵呵呵 真的是 搞死人啦 我覺得應該也是因為這樣子吧 藉機可以讓我們所有的玩家 好好的在每一張地圖上探索 感覺真的很棒耶 我真的好喜歡好喜歡喔 呵呵呵 對呀 然後這一次的 這是魔法集吧 下一次的話就是 小王子機了 是啊 等小王子機結束之後 好像後面還會有一些新的祭典的樣子 吧 嘿嘿 好像是 但是那就是之後的事情了吧 是啊 這一陣子 如果小王子機結束的話 我應該會暫時的 先停止拍攝我們的 SKY光域 我最近啊一直有想要把這個SKY光域 玩到另外一個境界 呵呵呵 是啊 其實我看到蠻多就是在玩SKY光域的玩家 然後他們有在玩音樂 玩樂器啊 嘿呀我現在身上背的就是另外一個樂器 其中一個的 竖琴吧 是啊我最近也是很努力的在收集樂器 想說看看可不可以用樂器 來完成我以前沒達成的夢想呢 是不是 呵呵呵 是啊我有一個夢想的音樂 所以我好希望可以用樂器坦承 不管是用遊戲也好啊 還是用什麼也好啊 是啊這是我曾經的一個夢想啦 只不過這次在公園的時候看到了這些樂器 感覺我這個夢想又可以重拾回來了 來試試看吧 哈這邊我就先稍微賣個關子吧 等到之後大家聽到了大概就會知道了 等我完成之後 我就會放出來給大家聽聽看 看我這個夢想是不是真的達成了 呵呵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遊戲就差不多 在這邊就告一個段落囉 如果喜歡玩遊戲系列的影片的話 請微的下方按讚訂閱哦 當然啦也給大家下方留言區 來跟我說說你的看法 是啊 好啦我是指 我們下一集SKY光域再見啦 Bye Bye